原标题 一日军俘虏让日本恐慌 此后葬中国烈士园林 中国人为他扫悟61年二战时期 日本的中国烧沙强女 肆意吐露 去不完全统计 在日本侵华期间 超过3500万中国人 死于日本侵略军的枪口之下 可如今 日本依旧不愿承认当初侵华事实 在教科书上肆意扭曲这段历史 可恨亏恨 我们也不能一杆子打翻一传人 在日军侵华期间 也有不少日本人认识到 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是非正义战争 极力反对日本侵华战争 比如山本义夫 就在山西左泉县 建立建立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 意图唤醒日军良知 今天要讲的这位是一名日军俘虏 在经过思想改造后 成为一名鉴定的反战人员 所作指使让日军高层极度恐慌 不惜重金满他的人头 此人名叫公川英南 公川英南中学毕业后 在日本一家工厂上班 如果没有战争 公本英南本该娶妻生子 一身 碌碌无为 直到老死 然而1939年 日本在国内大规模的征兵 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公川英南来到中国 成为一名侵华日军 1941年7月29日 公本英南在一场战斗中被俘 经过一系列的教育 公川英南终于意识到 侵华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自己的所作所为 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除了灾难还是灾难 于是加入反战同盟 同中国人民一起抗日 开始了自己的赎罪之旅 公川英南主要工作 就是瓦解日军斗志 发传单给日军士兵 告诉他们侵华战争的不可理性 用不许打耳光 士兵不是牛马等口号 意得挑起日军上下级矛盾 甚至冒死在夜间对据点内的日军喊话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赶伐日军 公川英南的做法 很快便收到成效 不少日军拿着宣传单前来投降 此时在日军内部引起极大恐慌 极力围剿反战同盟成员 并高价悬赏公川英南人头 1945年6月9日夜晚 公川英南和战友 在执行任务时被包围 因为寡度敌众 又不愿做日军俘虏 开枪自杀 年仅25岁 死后被日军随手埋在万德车站 公川英南死后 他的战友赶念其为抗日所作贡献 于6月21日夜冒死前到万德车站 徒手将其尸体挖书带了回来 埋入孙家土村 1980年 清零节先到石林山革命烈士公墓 公川英南死后 他的战友每年都会为他扫墓几万 并千方百计联系他在日本的家人 直到61年后 才打听到他家人的下落 2006年 公川英南的骨灰 才被家人带回日本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